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做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协助企业家或者有志创业的人士来开办生意或者是使他的生意能够进一步成长 其实今年的规划已经获大了 您已经获大到了三千人 您有没有希望这个活动吸引更多的人群 因为我们知道感兴趣的人群绝对不是三千人 那当然我们是希望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像今天的这个press conference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这个这样一个活动 我们希望尽可能多的人能够来参加 我们是有足够的这个 足够的空间的 那么现在三千人的这个注册呢 已经是超过了我们以前的注册 但是我们还希望更多的人 这个多伦多的这个创业人士远远不止这些 这个是一个比较比较大型的一个活动 就是它包括了好几个方面 这个有阻止演讲 有讲座 也有这个叫panel discussion 就是相当于讨论会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么比较不同于大部分其他的这个活动的一个内容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叫ask the expert 这个这个区域 就是你可以向专业人士或者是专家一对一的探讨一些 目前在开办小生意这个方面比较热门的一些课题 那么刚才我们在记者招待会上面讲到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这个social media digital marketing 这个food business 或者是green business 这些呢都有在这个ask the expert 中里面有所设计 那么今年的trade show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亮点 一个是比较多 人数比较 这个展商比较多 第二个呢 就是说这个traditional这个部分呢 包括了一个叫incubator 这种相当于小生意的预 预音器的这么一个区域 那么集中了多中多十几个incubator 在这个里面 那么希望了解这方面服务的人士呢 会在这个方面特别有收益 小生意的人士 他是分享他的一个成功的经验 总体的来说 就是他这条路 比如说这个fresh 这个mesh 他开办的这个fresh这个franchise chain 从多伦多第一家开始 非常小的一个生意 非常小的一个餐馆 那他是怎么克服了 比如说融资方面的问题 营销方面的问题 产品质量方面的问题 雇员方面的问题 个人的生活和生意 这个时间 企业家怎么安排等等 这些方面 我们都可以得到第一手的这个资料 那么我们的希望呢 是能够像这样的案例 能够被更多的这个企业家能够复制 那么造成更多的这个成功的这种企业家 我的名字是Edwin Lee President of ACCE 今年是我们第14年和Enterprise Toronto一起合作 也是第八年参加他们的small business following 在加拿大 其实99%的经济来源是在于中小生意 所以呢 在中小的企业里面呢 特别需要 特别需要像Enterprise Toronto 他们这样的一个组织来帮助他们 从开办生意开始到中型小型的企业家 生意稳定了以后如何再扩大 他们呢 在中间做了很大的贡献 有帮到他们介绍银行在资金上面的解决 而且呢 各个律师会计事务所 在各个专业人士的帮助下面呢 让他们生意越做越好 那这个呢 也和我们ACCE的终止一样 帮助所有中国在加拿大 华人在加拿大的企业 一起呢 争扎他们的生意 提高他们的生意在加拿大的竞争地 所以呢 我们这是第八年 也很高兴和他们一起合作 也希望以后呢 有更多的 和他们合作的机会 让我们华人在重中受益 感谢收看今天的大豆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